圣经里给了我们大警告 圣经里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值得关注的 作为信徒,我们不能轻忽他们 今天我们要研究圣经其中一个对信徒的警告 他的警告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该惧怕的,什么是不该惧怕的 在耶稣还没有警告我们之前 他看到人们错误地置放了优先秩序 作为信徒,我们该怕的不是人,我们该怕的是神 但耶稣看到人们倾向于惧怕人甚于神 有的基督徒无视于圣经的指示 但他们却做尽一切,在各方面讨上司的欢心 因为他们害怕被革职 与此同时,有一些不圣洁的上司 只是他们的属下去做不圣洁的事 早期的使徒把圣经的警告牢牢记在心里 他们不惧怕任何人,他们宁可被迫害也不违背神 他们无惧死亡,因为他们晓得 死亡只不过是进入永生的一道门,没人能影响 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亮吧 腓利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就是说无论我们现在或在永生里做什么事 必须带着基督的意识 而做,把耶稣基督放在心上 如果我们活着,我们必须为了基督而活 如果我们死了,必须是死在他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惧怕神呢?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至五节说 你们要怕的是那位夺走人的生命以后 又有权把他投入地狱的神 是的,我告诉你们,应该惧怕的就是他 西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我们常常轻忽了神,冒犯了他 神不是幻想中坐在天堂宝座的爷爷 没其他的事可干 所以要监视着地球,盯着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烈火 我们的神不是在瓶子里 随时恭候你命令的精灵 他是烈火 他不是你尝试了其他方法 全都失败之后,才想到的最后解决方案 他是那看不到,但却创造了一切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灵 他是那看不到的,却连风和雨都必须听命于他的灵 他是那未看不见的灵 乌西亚王崩的 那年,以赛亚在看见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 他是那未看不见的灵,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的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雨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他是那无形的灵,是所有地狱的魔鬼之道 也是所有地狱的魔鬼惧怕的灵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却是战经 神给了我们选择,他给了人自由意愿做选择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由选择要做什么 但别忘了,我只能选择行动,却无法选择行动的后果 你可以选择不惧怕神,你可以在生活中选择忽视神的话语里的指示 你可以决定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 但记得,你无法逃避你的决定带来的后果 堕落在活神的手中,是一件极之可怕的事 保罗向哥林多的信徒说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最好还是学习了解神的愤怒 学写神的愤怒总好过经历神的愤怒 我们要惧怕神,顺服神,尊崇神 但以礼书四章提到 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好大喜功 结果从人群中被赶出去,跟野兽一起生活 七年之久,像牛一样吃草 睡在野外,受露水浸湿 从此他终于见识到掌管历史 人类命运的神的作为 你无需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吃草 你只要敬畏,顺服神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民已经体会到了堕落在神的手里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在诺亚时代经历洪水的人 如果有机会回到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将永远牢牢记住这警告 如果我们牢记基督的警告 我们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惧怕人呢? 约伯记十四章一至二节说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神如果告诉我们无需惧怕人 肯定是有很好的理由 只有一样存在是我们必须畏惧的 那就是神 无论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毫无理由要惧怕任何东西 无论是实体的东西或是灵 当天使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显现时 约翰害怕了 他要跪拜天使 但天使制止了他 对他说 要敬拜神 这件事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十节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神高于天地万物 他有绝对的权柄掌管宇宙一切 如果我们都不被允许敬拜其他的灵或惧怕任何妖魔鬼怪 那我们怎么能够惧怕人呢? 当我们开始惧怕人 以至于跟随他们的步调起舞 配合他们做事的那一刻 我们就让他们掌管了我们的生命 无论什么人 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或你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只要那关系不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 你就不应该惧怕他 没有了神 人不算的什么 有一天 人将化作尘土 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人算什么呢 希律王高傲自大 百姓夸赞他说的话像是神明的话 结果主的天使立刻击打希律 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 最后他被虫咬而死 人算什么呢 尼布甲尼撒王在位期间 拥有掌控世界的权柄 他篡夺了属于神的荣耀 被送到森林 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之久 他生毛掌爪孩吃草 承受风吹雨林 直到他谦卑下来 人算什么呢 为什么如此让我们惧怕呢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惧怕的 神是唯一我们必须敬畏和顺服的 就像三个希伯来年轻人 我们无需惧怕人 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至十八节 莎德拉 米莎 亚伯尼哥对王说 尼布甲尼撒阿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是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他们坚决不侍奉其他的神明 也不像你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半 结果被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感谢主 释放了三个希伯来年轻人 那至少鼓励了我们要站稳立场 即使神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 我们依然要敬畏神 约伯在苦难的挑战中 说了让人震惊的话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 他说 他必杀我 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如果你的上司只是你做不圣洁的事 你是否敢于相约伯那样 站稳立场呢 如果你这么想 最糟糕的结果是失去工作 但如果我没有失去神 我就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你是否因为你的信仰而面对各种形式的迫害呢 是否有人威胁你 让你背弃你的信仰呢 你要敢敢像早期的使徒那样 站稳立场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最糟糕的情况是身体受到折磨 但你的灵魂没有受控于它们 你的身体只不过是装着你的震 但我的容器 没有人能够控制你那隐藏着的 在里面的你 你的灵魂只能被神控制 因此 无论如何 人的威胁是有限的 不要惧怕人 它们就像褪去的影子